前几年有和大家克服过流鼻血的时候应该怎样科学止鼻血 主要原则就是不能养头 用食指和拇指持续按压鼻翼两侧五分钟左右就能止住了 在那之后只要碰到流鼻血的情况 我们都是这么操作的 并且每次都能很快止血 但是那个早上真的是把我吓死了 姐姐差不多持续流了一个多小时的鼻血 无论我们怎么按压这个血就是止不住 所以当时马上把她送去医院 让医生帮忙做全面的检查 那时我的脑子里有好些个不好的念头闪过 我来看看现在看到这边 而姐姐却还在那里淡定地笑 好在医生很快就帮忙找到了出血口 你看这只血管还蛮粗的 因为姐姐鼻腔里有根血管特别粗 鼻腻膜又饱所以很容易流鼻血 再加上压的位置一般压位置不对 一下子这样整个的给它捏紧 止血的根本还是得找到出血点 如果大家以后也碰到鼻血止不住的情况 可以尝试把整个鼻腔裂紧 而不仅仅是按压鼻衣两侧 保险期间我也给姐姐查了一下凝血功能 好在一切都是正常的 那时候我就觉得只要孩子健康比什么都强